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主食影片,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135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月色牛骨湯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有牛骨、牛腩、洋蔥和薑 香料方面有月桂葉、桂皮、草果、八角、芫荽、糖 鹽、鹽、越南魚露 片尾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將洋蔥去皮 再將洋蔥一開為四 薑去皮 然後切成薑片 將牛骨和牛腩洗乾淨 然後放入一大煲凍水中 然後用中火加熱 將牛骨和牛腩出水 煮大約20至25分鐘左右 將牛骨和牛腩出水 煮大約20至25分鐘左右 在焗盤上鋪上一層石紙 再把牛骨的水 再放上出水的牛骨 牛腩 洋蔥 和薑片 然後放入預熱至180度的焗爐裡 烤45分鐘 在一隻大鍋裡加入清水煮滾 然後再放入焗好的牛骨、牛腩、洋蔥和薑片 再加蓋用小火煮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後就可以放入玄西徑、月桂葉、八角、草果和桂皮 再加蓋煮到兩個小時 再過兩個小時就用一隻湯殼 將湯表面的油撈走 再撈走香料 將牛骨湯隔渣,過濾到另一個大鍋裡 然後重新將牛骨湯加熱 最後再加魚露、糖、鹽調味 湯底便完成 現在講一講牛肉河的做法 將煮好的牛腩切成小件 將青檸檬一開為四 將一隻小麦 parecer 將麵 investment 將蔥剷ron 將青檬剷入 在小鍋中,將水煮沸,再放入乾的越南河粉 煮大約3分鐘,直至河粉變成軟身 然後就可以將河粉拿乾水,再放到一隻大碗中 然後再放入肥牛,牛腩和其他配料 再淋上煮滾的牛骨湯就完成,可以上碟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的話,就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或者按下連結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也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按LIKE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記得按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